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8日,星期一的104财经科专题研习,我是Ascar,陈宜提 会先和大家看看市况,美国方面失业率出乎意料下跌,市场都冲劲,可以有经济软着陆的状况 港股随着美股的反弹高开78点,之后持续向好,也修复了20天线,最多推升272点,收报在20297点,升247点,升1.2% 而国指方面收报6897点,升99点,升1.5% 另外科指收报3914点,升18点,升0.5% 大肆成价金额方面1080亿元,见到今日能源股份非常强势,三桶油都随着国际油价反弹 其中中石化中海油就扒揽了南丑升幅头两位,分别大升5.92%至2.8% 中海油方面也推升4% 另外也见到内银股份价量齐升,三大行全部创最少52周身高 建行就约升到成交榜的第一位,股价就收升3.7% 收报在5.63左右,另外见到中行、公行都分别收升4.6% 以及4.5% 与此同时,我们见到今日内银的表现这么好,也想在这个专题演习说一说 今天是我一个人去和大家说一说内银的状况 其实看回内银行首季的收入和盈利,其实大致上不是真的如预期 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表现,有一些项目有非常好的成绩 其内的融资成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另外减值损失也有减低度 所以信贷的情况和流动性都叫做有一个非常确立了的改善 一个大行和投资者就期望有助可以推动股价 也确实见到今天就已经是三大行一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升势 另外,建行国际就有华和说年初至今 MSCI中国银行股的走势其实跑赢了MSCI全球银行一成半 另外也胜过MSCI中国指数百分之九 如何解读呢? 基本上就是以银行类别的表现来说 内地的银行就胜过全球的同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以内地的公司来说 它又胜过其他行业 大体来说,不是胜过每一个行业 意思是整体 所以整体上来说,内人今年的首季信贷是趋向于稳定 而总不良贷款率就下降到127个基点 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损失 准备金也是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 大概就是不良贷款额的2.44倍左右 另外也看到损益减值按年下降大概11个百分点表现 都非常健康 我们看到建银国际就预计内人今年的盈利就会具备弹性 会看好农行、交通银行、邮串银行的收入可以胜过同业 相信内人今年的盈利可以按年改善到百分之五 相应地就会上调一些目标价 上调幅度最多都有去到两成半 大家也可以持续留意着不同的内人股份走势 以及他们公布的业绩状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